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处你两分 好 我厉害着呢 而王老师是大地之子了 而且我看您是四季之子 跟我们节目的约会 说我三个月来一趟 我算了一下春夏秋冬 咱们一年四个约会 对 挺好 其他时间好像您都在各地云游 我看 我杂事也多 扎老师是刚从美国云游归来 按说现在还在隔离期间 就违规跑出来 我到了 我们这次回来比较悬 就是一下飞机一降落之后 舱口不能打开 全体试表 然后这试表现在是打枪 就是照你哪门 每人都打一枪 没法 然后幸亏我们这一航班的人 没有一个发烧的 要不然可能全体隔离了 然后之后呢 是每天两次给我的住处打电话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打电话 要让你看看你今天上午多少体温 下午多少体温 他很准确你知道吗 因为他这个表格都填好了 刚才王老师讲话了 跟法国人都聊了 说中国搞防疫能搞得好 为什么 因为他有经验 有什么经验 说用肃反的方法来控制传染病 就是说他这事比较有效率 他需要了解多少情况 就了解多少情况 还有这么说的呢 说是那个在那个就是SARS期间呢 那个被隔离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 给每天呢给你一个菜谱 里头这个荤菜素菜可以点三个菜 一个汤 主食还有六七样 也可以在里头 我看做鞋可以集体健全 对作家有好处 这次也是这样 要不说人性化 我们有一个就我工作的这个学院 这美国学院 他就送了一批学生到这来 来了以后大家都交了钱了 你知道美国学生 夏天就这么几个星期 他们后来追查出来 那一班机上有疑人发烧 得 这些学生全部就只能坐在旅馆里边了 但是招待的之好 每天有人嘘寒问暖 送果篮 然后就是还给你送来一点什么节目 给你一些小歌舞表演什么 弄得这些人就哭笑不得 过了幸福的生活 看出新社会主义的温暖了 是吗 但是 不是 我就说 可是呢 他有一个有趣味的一个结果 那徐坤呢 他写过一个中篇小说 小长篇 作家 他写什么呢 就是有一位男性公民吧 比较花 而且他呢 就是特别不负责任 说我呢 他跟一个 不是 不是 我 我 您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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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一个就是非婚姻的 和一个女性 有这种比较特殊的关系 他的特点就是 他绝不负任何责任 俩人办完事 他回头就走 可是有一次俩人办完事 他回头要走 这时候隔离了这个楼 你说这个故事绝不绝 所以这个他也呢 下文吗 这底下的就请你去看这个书 所以我就说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流感的再说到文学上 没错 没错 所以要讲讲文学 但这文学啊 我想先从哪说起啊 先从这个民间的文艺 开始说起 对吧 这大地之子嘛 来源于土地 那来源于土地呢 看见王大叔 我最近想起赵大叔了 本山大叔 好像这两天网上视频到处都是 本山大叔呢 在一个地方反正是说了两句 就是说这个春节晚会 几个这个审查员啊 他觉得他们不快乐 但是呢 我不由得就想起你 写这个赵本山的文化革命 你知道有人也批评你 但是我看他这批评啊 是说什么呢 就王老师他写什么东西啊 我觉得也是我住六经 不是六经住我 怎么叫我住六经呢 他比如说他说这个不差钱 这小品 说最后啊 就说我老爷 还是我舅舅 也姓毕 也姓毕 然后王老师给人胡乱联想了 他这个毕括号 枪毙的毕 官毕的毕 然后说赵本山是不是想起来 看这小品总被毕啊 这有网友就说了 你王老师 这不是你自己瞎百货的吗 这是六经住我 这我拿人家赵本山的故事 说我的想法 因为我是觉得 你比如赵本山的 他那个民间的二人传呢 他和这个主流媒体的 那个舆论的导向的要求啊 他既不是截然对立的 又不是天生一致的 是不是啊 所以他有时候也会有摩擦 有时候有摩擦 有时候会被毕掉 这个赵本山自个儿说好几回啊 后来争议十五的时候 他又上央视带着小沈阳 他也说 说我这个啊 看来我原来那节目毕掉毕的好 要不然我还不会把他们都带到北京了 所以说前一阵这个 本山大叔领着他这个叫绿色二人传嘛 在北京开了流流根大舞台 还是我我跟王老师 我们都是观众 是都去看 我给你看一张照片 就当时啊 最后赵本山出来 说我给大家来个什么呢 他说给大家拉个二胡 拉什么呢 二拳应乐 就想起啊 这老卑鄙啊 也是想起民间艺人 这酸甜苦辣 是不是 二拳应乐 这个是 这个是 是筑筑了 不是六经筑 是二人传筑筑 二人传筑筑 但是我上次去看这个 我当时真有个感觉 我以前没看过 老听他们说要上东北 一定要去看二人传 我上次看了一回啊 你说我的感觉 照现代人的词啊 我觉得就是 太嗨了 就是我觉得像是一种 就是疯狂的 彻底 他那个精神状态啊 你比如相声啊 说实在 他还是冷静的 这种幽默的 对对 这个让人转啊 他有一种 你首先像 他让我想起 过去他们在 比如歌舞厅里表演 那家伙底下有那个老板啊 说下去 敬酒 是吧 六瓶半达啤酒上去 他就当时应该牙咬的 这个啤酒口子 都一下就喝六瓶啤酒 你说你看了 在东北看二人 我我我我 对我听他们说呀 我就像看到他这个里边 这个王小虎的就那种 其实他们呢 也好像也有一种 得把自己整疯狂了 这有那么一个 有机性的成分吗 有有有 那这样才能 有很多机性 有很多机性 对对对 那这 而且呢 就是所以我那天跟一个老师 就说起这个事啊 他到过说这个二人传 说出一个我过去 从来没想到的角度 他这个二人东北过去啊 他说有这个 萨满轿 有一种就说 就说这个 像那个跳大神的 他说是一种催眠呢 说你想想那都是在炕头上 外边下着大雪 几个人就这么弄 他说整个屋里的人 确实他都把你给控制住 他像一种上身 你看过一个电视 叫八兄弟 你听说吗 就是东北的 他当然不是二人转了 但是其中有一场 他们就是这个 外边是大雪 然后这几个人 当然这里边有一个 恋爱的故事了 就是有有一个 恩爱情仇的故事 这俩女人 然后就为了一个男人 在那儿 在屋子里 就越来越悲情 你知道 然后这两个人 就是说的如痴如醉 两个人本来是情敌 到最后就变成 两个人一起痛哭 这个女人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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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情爱的 这里面的这些 从冤仇 带带带这个悲情 带爱恋什么 然后这个对这个 你还真觉得这东西高 而且他最后到最后 他绝对不是一个 或者就是一个女权 或者就是一个 对男人的控诉 他变成一个 特别人性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东西了 而且我就觉得 那场景又特别刺激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他们表演的时候 我是笑笑翻了 但是呢 我心里老有一点点 这个难过 就为什么呢 我就老觉得真不容易 这些人呢 就太彻底的 就是为了你开心 好像会拧出一个鬼脸来 鼓鼓怪怪的一个什么动作 而且这种绝活练的 你把这手绢 舱家飞出去 把这裤裆一聊 蹭就进来了 旁边一人接一句 这要是菜刀呢 这就是 我跟你说 你是刚才说这个情况吧 我正好可以提供一个 跟这个做一个比较的 就是我 就前几天不太久 我去过一次天津 在天津的一个剧场 听这曲艺 听古书 因为我小的时候 上小学的时候 爱听梅花大鼓 京韵大鼓 单衔牌子全 就这一类的东西 这个古书 那是一批 特别优秀的演员 但是这个剧场的人数 我想很有限 也就是 它是一个400人的剧场 可能不到200人 票价是20元和30元 可以说 它实际上给人一种感觉 就是说 这种京韵大鼓 什么大鼓 处境不是特别好 其中就有一个原因 当然 我这里的并不包含任何的建议 就是咱们这个古书 它非常规范 实际上它非常雅 原来可能还有点 什么样的活泼一点的段子 在经过49年以后 它越来越往高崖上走 包括它的动作 手的动作 敲的动作 它都城市化 对 城市化的 而且它是很自我控制的 它与二人转的 没断 跟二人转的情况 它恰恰成为一个对比 而现在的观众 它受现在的 是不是也受歌星的影响 受discord的影响 它要求希望有一种更尽性的 更淋漓尽致的 进爆的 进爆的 记性的发挥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管你多么美丽 但你这些动作 你几百年或者几十年 都是这几个动作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 这倒给人一个喜欢 就现在这剧场艺术 它要求爆炸 没错 当然了 我们要是从高雅艺术的观点上来看 您那推使劲了 又剁脚又咬牙切齿的 也上不去太高的档次 但是它混个热闹 是我看二人传的时候 我觉着这种娱乐很残暴 真的残暴 咱们接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最近上海出来 叫上海小沈阳 此人叫周立波 他是上海化的 但是就像是一种脱口秀 一个人常常爆满 我看他还有两位老师 说当年在老师家里都住过 那是两个上海滑稽戏 所以他可能是那么一个传统 但是他是他自己的一路 他把他命名为叫什么 海派清口 他叫海派清口 然后我就看这标题新闻有意思 他就讲 他跟好像赵本山 比如说他说 吃大蒜的和喝咖啡的不一样 你看他就是上海人的感觉 他是喝咖啡的 吃面包喝牛奶长大的 然后他就说赵本山可以不谈政治 周立波不能不谈政治 其实他不见得是政治了 他就叫实事 他拿很多实事当中的东西出来说 我这有一段 超过以前那前几年的菜感量了吗 就是这火爆的程度 反正现在在上海就他最多 说是很多干部 就一票难求 都要去看 我给你们放一段 你看看 我们来晚了 你看 你 是吧 他这有这种 就是上海人自己觉得很洋气 然后调侃一下土土哈哈的人那种感觉 握握手 只有这几句话是白话 他这一场表演啊 一个人唱他们两个钟头三个钟头的 这一个人唱 我是上个星期刚从上海回来 上海人就跟我说周立波周立波 我呢 后知后觉 我不知道 我这今天我这第一次才看到 你看他这扮相 这头发 我没想到这扮相 对 溜光的 上海小开 没错 穿的那马甲 我想起来沈公 就是沈昌文 沈公说过 他当年在上海滩上 那时候家里边败落了 当小伙计 但是呢给这些比如说开赌场的上等人 而且有一些是洋人 有一些是就是这些所谓 他们叫康白度嘛 就康白度 给洋人做事的有钱人 递手巾啊 什么服饰啊 什么的 然后那个感觉呢 就是说要是有一天 我也能这么扬一把多好 也穿个小马甲 喝不了咖啡 后来他说到什么程度呢 然后下班以后 就把人家喝过的那咖啡 不是煮的咖啡吗 把那咖啡汁 再泡上开水 再喝一杯 感觉 我在喝咖啡 还有一些香气 又特别典型的一种上海人的心理 嗯 我也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 这个幽默感呢 和方言关系很大 很大 和地狱关系也很大 嗯 你比如像像刚才 就我看的这一点 你要让北京人像上海人一样的痴迷啊 就不容易 嗯 但是因为他他确实这话跟话不一样 我们常常有这种感觉 有时候比如一个跟你一个不同语种的民族的人在那说笑话 那几个人笑的简直都肚子都疼了 嗯 然后你问说你们说什么呢 等他翻译给你以后啊 这说汉语的人呢 说 这有什么好笑的 啊 这傻笑什么呀 是 所以 你的汉族人在那开玩笑 比如我在新疆 那个维族人说 说你们笑啥 我给他说完一遍 啊 翻完眼 这有什么好笑的 哈哈 所以有时候也跟他那特殊的地狱文化 嗯 尤其和方言关系特别大 方言的那个腔料 然后他里边带着他那个风俗习惯 里边的一个劲 像那些 还有有他的那个含义 有他的含义 你看这个这个就是 美国有一个特别火爆的喜剧 就情境喜剧 叫Sanfield 这是九十年代最火的 嗯 就是翻过来 确实我觉得就是在美国 他因为他也是特别犹太人的那种都市的犹太人 又精明又算计 可是呢 又特别幽默 有好多那种犹太人家里边的关系啊 什么社会上 你要不知道后边这一大堆东西 你真是不觉得好笑 尤其是他那种剧呢 又是他的特点 就是说完全是没有什么事 就没有任何大的背景 可以让你套上去 哦 这我 像你说的 Sanfield 对吧 香港播的时候翻译的名字叫 宋飞正传 哈哈 你就连那个 憨豆的那些表演 那个 这个 咱们把它看字幕的时候 你都觉得没有那么好笑 Handle Handle 就是这个Mr. Bean Mr. Bean 除了看着那长相 你知道吗 这人他却有忧郁症 这个我有一个感觉啊 我见过不少啊 搞娱乐别人的人 讲笑话的人 往往他有 他自己啊 私人生活里 他有忧郁症 这也可能 这是一种平衡吧 一种平衡 你刚才说上海 我又想起 上海有一些特殊的词 北方人不见得完全能接受 比如上海 他喜欢用 当他说某个东西 或者某件事 办的没有质量的时候 他说什么 这是大兴 您听过这词吗 大兴 因为就是 北京郊区 不是 他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 就是特别在大跃进 五十年代的后期 和六十年代的初期 那时候我们国家 经常有这个什么 大兴养猪之风 大兴这个土法上马 大兴这个 或者是这个鸡肥 什么都叫大兴 他们的意思呢 其实这个 还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就是凡是靠这种大兴 不按正常的节奏 正常的规律 来办的这些产品 都靠不住 比如你买一件衬衫 可以看你这衬衫 大兴出来的 大兴出来了 您尝一双鞋 比如温州的也好 甚至于意大利的鞋 说这意大利的鞋 我看是大兴的鞋 大兴的 可不是说北京的大兴区 不是北京的 我那天学 他们在上海教我一个 说这个 这有点狂 说这个上海夫妻两个 就过夫妻生活 这很有风情 然后说这个男的呢 就问这个女的 能伞一吗 能伞一吗 伞一就是示意 伞一 舒不舒服 然后这个女的呢 就伞一啊伞一啊 阿拉罗伞一了 这我们还能听懂 天下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这讲普通话的 老君比不过讲东北话的 讲上海话的 他吃亏 普通话 最不吃亏啊 怎么不吃亏啊 因为他覆盖的面广呢 但是呢 这不就说到 就说这白白话文 哎 普通话是一种 比较新的话呀 真正普通话的历史 不到一百年吧 这个 这个说法啊 也 也有道理 也没道理 怎讲 因为呢 这个普通话呀 这是 1949年以后的 一个官方的政策 所以有的人甚至于 把普通话 说成是官话 但是呢 这个更早 就更开始 就是国语 这个普通话 这个普通话继承的就是国语 没中间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国语呢 那是在民国的时期 还有什么 注音符号 波波摩佛德特勒勒各科赫 这些都是同时 这个推广出来的 最好玩的是 我去过好几个地方 我去洛阳 洛阳人跟我说 说当时 讨论这个国语的时候 这当然还是国民政府的时候 当时候选的 一个是北京话 一个是洛阳话 我们洛阳话 就差一票 如果洛阳话 剩的 那咱们现在要说普通话 就得是另一个 另一个 另一个味的了 这洛阳话什么地方 然后 然后我又到了陕西 陕西 陕西 一个是陕西话 说我们就差一票 就差一票 如果它要变成陕西话 是吧 咱们就都成老十二了 老十二 想当 他叫什么 我不会学这个 你应该会学 想当 那我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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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泡辣子表表面 哈哈哈哈 所以我就说这个 这个语言呢 你不管它给它制定什么 你挑选什么 全世界各国都有这种说法 比如英国有牛津韵的说法 我不知道美国怎么说 对它的英语 但是它也是东海岸的人 觉得它优越 起码比这个这个加州的人 说说英语说的优越 他们说肯尼迪的英语就好听 而卡特的英语就欠 就欠 接下来为您播出 走向2010 因为我在南方生活 我刚去美国的时候 后来在南方生活一阵 一到北一到 人就老说 你这英语怎么带着南方英语 就好听到这儿了